人格特质 而且你的理想抱负 三者连在一起 它都有正相关的时候 它就会呈现 我说了 你的伟大行道正在前进 那在座伙伴有个呼吁点声 那老师 学习历程这件事情 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学习这件事情很有趣 我好像讲 东唐你在连这个方程式 东唐你会觉得 原来我的能力不足 所以我必须要学习 我的人格特质不够刚硬 我的人格特质不够柔软 我的人格特质不够纤细 所以我要学习 我的目标不够明确 我不知道我要是什么 所以我去学习 所以学习这件事情 永远为了需要而学习 而不是敢流行去学习 学习永远是为了自己学习 而不是为了别人的期望而学习 学习永远是为了未来而学习 而不是眼前短暂的学习 所以当你缺什么 我们Robin老师在座的强调 知识就是要知道 而且要知道去哪里找到 就像现在一样 你会发现大人格很多的 的讲稿里面都会引用他人的 借用他人没有关系 告知就好 然后会充实我们的生命 所以学习就是补足你的不足 让你的生命能够成长 发光 这才是重点 当然接下来我们来讲 知笔这件事情 曾经在简报历 林志龙老师也有讲到钓鱼这件事情 我非常喜欢 因此跟他借来引用一下 再请问一下在座的各位 钓鱼这件事情 我们在鱼弓上面会装上钓鱼 请问 在钓鱼上面的钓鱼是 你觉得是鱼 我要放那种鱼比较喜欢吃的 还是我们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当然是鱼 因为我们要钓的是鱼 不是钓来钓自己 所以钓鱼这件事情是 这件事情是要给鱼想吃的 而不是我们自己想吃的 所以改编他原来一个 他的简报的内容 其实创业真正的目的应该是 我们创业者是不是能帮目标消费者 做决定 再次回到我们刚刚那个城市 那个街道的那个场景 你会觉得无法选择 因为不知道要选择什么 因为所有的伙伴说乱七八糟 毫无重点 让人家觉得很压迫感 不知道如何选择 他有可能放弃选择 如果大家就没有讲 你非得打一通电话的时候 他可以放弃选择 那我们能不能创造一样的环境 一样的氛围 让大家觉得说 我帮助你做选择 而且是很好的选择 好 所以品牌是要经得起考验的 品牌要有特色 因为我们自己 我们的品牌 我们的招牌很鲜明 第二 什么叫做利益 也就是站在他人的立场 帮助他们做选择 所以我们要创业的内容 是帮助我们所谓的标的消费者 去帮助他们做选择 或者提供他们更好的服务 但是最重要来的 我们的品牌 我们相信在座所有的创业 创业者 你们绝对不会希望我们今天创业的东西 就三年 五年 就这样结束 一定是需要 长久的经营 所以他需要时间的证明 如何证明我们的品牌是经得起考验 最近 这个新闻非常 非常盛行 对不对 实案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实案的问题 造成我们最近 在社会上 人心上很大的恐惧 甚至已经到了愤怒的地步 因为曾几何时 我们从小信任 甚至到依赖的那个品牌 原来到现在 你发现 他并不是在做所谓正当合理的事情 这个品牌 我们以为他们都在 他们成立实验室 应该是帮我们去做检验 帮我们去做筛检 让我们得到很安全的环境 使用安全 可是可能 因为一些 我们为了要盈利 我们为了要赚钱 我们为了要养活 什么样 什么样 其他的原因 个人的原因 不是重重的原因 于是 他们私心使用了 不正当的材料 所以曾经有一个美国诗人 常常讲了一句 一句话 是这样说的 人们可能会忘记 你说了什么 人们可能忘记 你做了什么 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你用 你对他们的感觉是什么 所以感觉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在 在我们的讲座 最后的结束前 大家可以想要分享一句话 最后一个礼物送给你们 就是 努力很重要 但是 选择 比努力更重要 创业的星光大道上 其实是很估计的 你可能要坚持你的品质 你想要坚持你的技术 你想要坚持你的流程 但是你的同业 可能跟你说 何必这么努力 何必那么辛苦 我们只要 餐一点点东西 我们只要稍微的 投机取巧一下 你也可以创造更大的利润 不是吗 你受到这样的冷嘲论风 或者是你真的在 那样的过程当中 也受错了 你心心在动摇了 那样的过程当中 你的价值观 你的人格特质 就在 就是你最后一道防线 各位 想想初衷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要创业 你是真的只会提高很高的收入 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你要成为 你要成为当老板 很多上班族要成为老板 因为他觉得 他的环境的那个老板不OK 然后因为老板不够诚信 他们的老板不够照顾 照顾员工 那我们创业者就要有一个心 永远放在心里面 如果你不喜欢 你现在看到的老板 你不喜欢你现在看到 我们市场上的一些企业的作为 那勉励各位所有的创业者 你要永远永远永远记得 当我们实现梦想的过程当中 当梦想实现的那一刻起 我们永远都不要成为那一个 我们现在讨厌的那个企业 讨厌的那个老板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选择 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这就是我们的品牌 所以很感谢今天有机会 能够来到这里 跟大家分享 职压力这个过程 希望最后一个这样的演讲 这样的分享的过程当中 能够点亮你们人生的新的方向 能够开创未来各位在创业的领域当中 一个新的据点 我是张立仁 也是你们熟悉的搭人哥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分享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人哥用短短的三十分钟 跟一张名片的大小 帮我们介绍了怎么样去打造职压力 打造个人品牌的黄金方程式 在青创沙龙举办了这么多场以来 我相信就是会来参与青创沙龙的年轻创业者 年轻的朋友们 其实大家相信都是怀抱着理想 并且非常努力的每一天的踏实在往目标迈进 那青创沙龙在这边非常感谢各位 不管是在现场的朋友 或者是在线上的朋友 非常热情的参与我们这段过程 让我们透过学习分享和互动 能够让大家在创业路上走得更远跟更稳 那我们也很谢谢来分享的所有讲师 愿意把他们的简报跟知识的精华 分享在网路上 各位接下来只需要在网路上搜寻青创沙龙或圆梦十二例 我们会把所有的资料都公布在网路上 让大家自由的取用跟分享 那今天也很谢谢大家来参加青创沙龙 圆梦十二例的七月讲座 我们再见 在网路上搜寻青创沙龙 你要把他抽离出来 精选出来 最后再来 我的人格特质 我的价值观 那又是什么 别人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自己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的做事态度是什么样的 好 最后更重要 今天我们要当老板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收入 我们希望做想做的事情 那你希望在这样的创业领域当中 你想在什么样的领域成为什么样的人 好 相信在座伙伴都已经写完了 你就写完没关系 我们就再继续看下去 好 好 接下来 当然各位就要帮你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植牙必胜的黄金方程式 首先 就是我们刚刚写的这一张名片里面 它就隐含了所谓的黄金方程式 有哪些黄金方程式呢 第一 就是我们的专业领域 第一它就是我们的武器 知己知彼 我有哪些擅长的武器 就是你的专业能力 你能够提供的服务 你能够提供让人家觉得品质很好的服务 或者是技术 那是什么 再来 这个 我们在圆梦十二里 咨询里面 陈琼华 罗宾老师 曾经有提醒过我们 工具不虚多 但是要金 在座很多伙伴 尤其是男性跟我一样 大学时候我们常常骑摩托车 摩托车坏掉怎么办 我们就会拖一下摩托车行 然后问那个 然后经验老道的 老道的阿伯 对不对 说摩托车坏掉了 怎么发动的时候 过程当中好像有怪声音 你会发现它很神奇的是 它拿过来 钥匙 电源打开 引擎 火星塞有问题 你会想说 你怎么知道 拼音就知道了 因为它修的摩托车太多了 技术太纯熟了 所以连一个声音的改变 它都可以知道 是哪个部位有问题 所以最后 它就跟你讲 修这样 兩千元 你不给都不行 对不对 所以 技术不用太多 三个就好 最多三个就好 然后 要积专金 有的时候 常常 我们在校园演讲的过程当中 很多学生都会告诉我 老师 我大学四年 我都不晓得我会的是什么 老实说 这样有一点可惜 因为 大学四年 如果你觉得 我学不到东西 或者是 你在学习的历程当中 你不觉得 我有学到什么专业能力 相同的时间 其他的伙伴 都已经有学到 他自己的专业能力 而同样的时间 我们获得的是什么 所以 我觉得 专业能力很重要 第二 就是我们讲的人格特质 这个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你要达到目标 你需要的人格特质 比如说 刚好有很多伙伴 很积极很主动 很热情很好 如果 他想要成为 业务人员 我们都知道 业务人员 就是要不怕被拒绝 要主动 要积极 要诚恳 所以 如果你的写的特质里面 刚好就有符合这样的特质 恭喜你 你就有城市的要件 就是 你适合做业务人员 这样的 这样的能力 好 再来 各位可知道 这个图案是什么图案吗 在游乐场里面 或者童话故事 有一个石 对很好 这是石中剑 石中剑它是一个童话故事 童话故事是这样说的 曾经有一个国家 就是说 这边石头里面有一把剑 然后 皇宫里面 就来跟大家 很多催谜宣誓说 如果有任何人 能够把 这把剑 从石头里拔出来 那他就可以成为 下一代的国王 那有一个 年轻小伙子 小男生 他不明就里 就跑到那一个地方 去玩耍 后来他看起来很神奇的 那把剑是什么 很多的勇士 很多的大力士 怎么拔 也拔不起来 这位小男孩轻轻 一松松一拿 整支剑就拔出来了 于是他就成为 这个童话故事 王国的未来的国王 你知道他用什么要件 童话故事是怎么说 为什么这个小男孩 可以拿起来呢 因为 有一个智者 曾经这样说 唯有心力 纯洁 诚实的人 才能够把这把利剑 从巨石里面拔出来 这个人就要成为 这个国家未来的君王 这个叫做特指 看到这里大家伙伴 有点偷小事 没有错 你不觉得现在 要成就一个企业主 心力纯洁跟诚实 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 对不对 是的 所以 最后一个 这个也就是 最后一个我们要讲的 就是理想抱负这件事情 也就是我们在座 伙伴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如果在座伙伴 你在跟随大人哥在讲 这张名片的过程当中 你 我讲到什么 你就很快的能够写完 恭喜你 你在你的职业伟大航道上面 已经开始前进 如果你说 大人哥 我在这个写的过程当中 我不晓得 我的专业能力是什么 我不晓得 我人的克制在哪里 我更不晓得 我未来创业要走向哪里 没有关系 我们原言梦十二例里面 赖恒易教练 有个提问例里面 你可以好好的去看他里面的影片 他说明 他会引导你好好的去反思你自己 我到底想走什么样的路 想做成什么样的人 那我很欣赏一位王一郎老师 他也是我们原梦十二例的一位老师 他曾经在私底下讲过一句话 能不能成功 可能操之在他人 但是想不想成功这件事情 操之在我 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的理想抱负 有可能在实现梦想的过程当中 你会被人家泼冷水 那有可能 你长这样 怎么可能当model 我们常常会被这样的冷水泼到 但是那是我们的梦想 我们都知道梦想不能被取笑 只是在那个情况下 大家会觉得 你怎么可能会做到这样 我们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专业能力 我们这样的那个特质 但是我们常常被他泼冷水 在这个时候 我们能不能坚持到底 所谓能不能成功这件事情 就像我们刚刚在看招牌这件事情一样 各位 你觉得招牌凌乱 可是你非打一通电话的时候 为什么在座所有的伙伴 包含线上的伙伴 你选的答案跟别人不一样 那就是你的喜好 能不能成功这件事 比如说餐厅很多 但是我就选这一家 于是这一家 因为你的光顾 它的营业而增加了 没被光顾的人 他没有办法强迫你顾客学哪一家 但是问题来了 你因为别人这样不选你 你就放弃你的创业吗 你就否定自己的能力吗 当然不是 想不想这件事情 我们刚刚讲 理想跟抱负 它是我们的梦想 你有多想成功 你多想成为你曾经 梦想的那个人 所以 我觉得王严老老师 他在私底下